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观众朋友问 习近平在干嘛呢 12月27日 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 习近平在忙着开民主生活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26日到27日集中召开民主生活会 这次民主生活会聚焦六个重点 一个是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的重大意义 二是对两个确定决定性意义的领悟 三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长远指导意义的认识 第四个就是全面推进 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本质要求 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部署的认识 五是对领导干部在全面从严治党上风向标作用的认识 六是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认识 习近平呢对照啊政治局委员的这种检查发言 是一一做出点评逐一提出要求 并总结还发表了所谓重要讲话 从以上的这个信息 我们就可以看出啊有这么几个问题 一是既然是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作为政治局委员中的议员 他也应该批评与自我批评 但他却高高在上点评他人 中共啊号称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 其实在十九大火 习近平就已经改变了这个集体领导 他把集体领导改为啊个人独裁 也就是说了 政治局委员常委都向他进行批评 与自我批评 他呢进行点评拍板 指出问题 而他自己呢却不受任何监督 这与过去皇帝召集群臣 皇帝一人在上发号司令 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所以说啊习近平已经终结了集体领导 回归到毛泽东的独裁统治 二是上面所说的六个检查的重点 而实际上啊就是要对习近平效忠 也就是这么一个重点 而真正中国应该检讨的问题 是一个没有 应该检讨什么问题呢 目前的防疫政策是一种 从极单的防控到极单的放任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失误 应该检讨 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见底 经济大幅滑落 中国第二大经济体啊 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那么是否应该检讨呢 第三这习近平执政十年 特别是近五年以来 对民营企业的打压 导致啊民营企业啊纷纷烫平 民营企业家纷纷逃离 是否应该检讨 目前中国政治倒退啊 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都荡然无成 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 基本上得不到保障 是否应该检讨 但这些都不在检讨的范围之内 三是这个民主生活会啊 就跟民主啊 扒杆子打不着 他无非是习近平提醒这些成员 因为是他们呢 是他精心挑选的 是他给了权利他们 他无非呢 想在新年之前 给他们提个洗额 你不要忘了 谁是你们的组织 谁给了你们权利 不是人民 是我习近平 所以啊 中国目前疫情泛滥 老百姓苦苦挣扎 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习不关心 他真正关心的就是两个字 权利 有一个问题 需要我们思考 习近平为什么不得 这种错误的政策进行检讨呢 有网友说啊 就是在中国的古代 皇帝遇到了天灾人祸 还要下罪几招了 这话不假 古代的皇帝啊 在自然灾害爆发 民不聊生 饿瓢遍野 天下大烂时 都得啊 哄一哄老百姓 下一个罪几招 从早期传说的 雨汤 一直到晚清 都有皇帝下罪几招 其实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几招 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几招 汉武帝眼含热泪 向全国臣民痛斥自己 所谓狂辩 使天下愁苦 不可追悔 当今勿在尽磕报 至上父 立本龙 修马复立 以不缺 无法五辈而已 你看 人家汉武帝 叫大汉皇帝 做的最奇招 还是蛮深刻的 抽自己的耳光 说自己 所谓狂辈 使天下愁苦 不可追悔 客观说了 习近平也是装孙子的 行家理所 要不然他怎么当了王储呢 又如何让胡锦涛 温家宝 帮他斩薄熙来与马下呢 习现在之所以不装了 原因有二 一是文化低 狂妄自大 他有点像隋阳帝杨广 上位前装得有模有样 穿着破级衣服 礼行下室 有个好名声 一旦全力到手 就原形毕露 杨广被立为太子后 他一直保持着 进退有礼 谦逊礼浪 隋文帝并重 杨广不再装了 你会全力到手了 黄银无耻的本性就暴露无遗 竟然在文帝的并榻前 飞里 文帝的宠飞 喧哗夫人 习的狂辈啊 就有点像我看了一个视频中的吃面大叔 啊 边吃 还边看美国 说啊 这个美国啊 哎呀 看来就不中了 啊 只有靠咱们中国 才能拯救地球啊 啊 美国完了 嗯 是吧 说完 付面条钱 毛泽东呢 虽然对西方文化也不了解 但是老毛啊 熟读二十四史和古代的经典 肚子里还是有点墨水的啊 邓小平读书不多 但他早年勤工俭学 在法国 也算是建国世面 知道中国跟西方的差距 在文革期间呢 呃 你别说他落难以后 他还真下功夫啊 读了书 当然读的是 所谓的马列主义吧 而习近平呢 2018年 毛泽东前秘书李瑞在病中啊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 习文化太低 并且呢 他不会接受任何忠告 啊 没办法 就这人完了 二是 盲横霸道的性格 习的性格啊 就是二感子 盲横 粗鲁 霸道 他长期在基层工作 没有点霸道的气 他也混不下去啊 是吧 你看 面对着新疆 啊 香港 他都展现了很盲横的那一步 你想 现在21世纪 谁会想着去建集中营 搞种族灭绝啊 啊 你答应了人家 在香港 在 在基本法上 写上了 要保证给人家民主啊 啊 逐步实现 能 能自己选 特首 他最后 翻脸 啊 如翻书 不认了 啊 然后镇压 他的性格体现出 叫你强 我比你更强 你狠 我比你更狠 刀锋所向是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但是好像也不是这样 那个白纸革命学生 打倒 啊 习近平下台 共产党下台 他马上啊 服软 嫩怂 所以啊 接着毛 老毛子说的一句话 这反对派 反动派啊 都是纸老虎 你想啊 谁会去摧毁 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 啊 这个下金蛋的机 香港呢 谁会因为孟晚舟的事件 去抓捕无辜的 加拿大公民 康明凯斯巴夫呢 只有老习会去做 原因是文化低 决定了他的狂妄 他的狂妄 又源于他蛮横的性格 至于说习为什么不检讨 原因呢 我跟很多人看法还不一样 有的人说了 面子问题 那不能做检讨 我的看法 是他认知的问题 他压根就没认为 自己做错了什么 那他怎么会去做检讨呢 第一啊 我们掰扯掰扯啊 第一 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啊 政策 难道他没错吗 哎 老习认为他真的没有 没错 因为他就没有否定过邓小平 他只是进一步深化改革 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 如果中共政权没了 还要改革开放干嘛呢 邓小平在六四的时候 涉及到危 危机中共政权的时候 他不照样是开枪镇压吗 到现在老习也没开枪啊 怎么就说他否定邓小平呢 这是老习的话啊 第二个 经济衰落 难道没错吗 的确啊 中国经济现在断崖是下跌 但是老习认为中国市场大 恢复 快呀 潜力大呀 只要政治路线正确 经济啊 就像韭菜一样 他会自己长出来 这就叫刚举目张 我们不能埋头拉车 不抬头看路 算账要算政治账 啊 端纯的去散经济账 太庸俗 没有大理想 三 那 极端防疫 防控疫情 和极端放任疫情 难道他没错吗 老习认为 在当时进行防控 是因为病毒啊 致死率高 采取封城可以减少 人民的死亡 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现在病毒致死率低 到了该转向的时候了 这体现了我们党 灵活的执政政策 至于出现混乱 那是李克强不作为啊 和地方政府执行不力啊 跟我老习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说啊 中国防疫 老习的政策 是从来就没有错误 他只可能从胜利 走向胜利 那么他压根就不认为 自己有错 你说他怎么会检讨 如果他检讨自己的错误啊 还有麻烦啊 因为他的政敌会心风作浪 是吧 那个被架离的 胡锦涛 会不会就说了 老习啊 你这个事做得不对 海外敌对势力会不会鼓噪 会对国家带来混乱 毛泽东1949年 发动了无数的政治运动 他做过检讨吗 共产党批评过毛泽东不假 但中共批评过自己吗 就是习要做检讨啊 这习家军也不会让他检讨啊 他们只会像林彪 在七千人会议上发言一样 我们工作顺利了 是因为尊重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工作不顺利 是因为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是永远正确的 关键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意思 他会这样来说 今天的习近平也一样 你如果让他做检讨 那还要这个核心干嘛呢 两个维护岂不是变成了 正确的就维护 错误的就反对吗 两个维护是不要讲对错 你必须都维护 因为他不会错 有朋友就说了 习近平遭遇了白纸革命冲击以后 现在的转向重回发展经济的道路 我说这种观点有问题 目前的习只是退了 赢了而已 目的是避免爆发 颜色革命 因为人大还没开呀 他有很多亲信还没有到位呀 是吧 所以目前 需要冷一冷 需要浪一浪 今二十大 这个明年人大开完 整个布局开始 他的一盘大旗 肯定是要端出来的 他实际上啊 路径已经锁定了 你要想改变他呀 除非三五零天地合 蚂蚁不上树 老鹰不咬雀 针尖穿过大象腿 豆腐鸭扁 铁衬妥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明天接着聊